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每一年的三月份的人大政协会议 官方叫两会 民间把它叫二会 之所以叫二会 就是有很多人在上面表演二人转 有一些人 他本来就是喜剧演员 借着机会 去华正确统一下 有一些人 是天生的政治演员 不应化妆 一站上去就具有喜剧色彩 毛泽东的孙子 毛鲜鱼 李鹏的公主 李小玲 就是火宝和二宝 每一年的几千个记者 真心恐吓去采访两位 其实发现 真正的新闻人物 就是这一堆火宝 今年啊 修改宪法 要进行党政机构的改革方案的讨论 很严肃 很认真 不能让他们搅局了 所以呢 这两位 就在历史舞台上面消失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 宪法 顺利地进行了修订 对吧 然后 然后机构改革方案 先国务院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 王英我原 然后 这个党的方案 当然不是在人大和政策上面讨论 可能是 过一段时间宣布 三中全会讨论的改革方案 三中全会讨论的改革方案 就是关于党的系统的改革方案 本来这个会这么一开下去 大家觉得 就这么回事了 然后比较无聊 比较枯燥 而且呢 这些人大政策会议 这次拉长时间了嘛 为什么拉长时间 前面几天要训练 不要打瞌睡 不要在舞台上做出各种各样奇迹 怪怪的动作出来 免得这些不发好意的记者 这种机会拍出你的丑乱的形象 对吧 所以这个西方记者 正在当心无聊的时候 嗯?我今天一早上起来 爆炸心的新闻就来了 两个女孩 有一个女孩很认真地提问 另外一个女孩 很认真地翻了她一眼 成为大家现在 今天是最热门的一个新闻 其实啊 你说提问的这些记者 这些问题 在每一次二非的时候 难道没有出息吗? 对吧? 有的是哪一个地方的记者 大家都很清楚啊 很认真地好像在提一些问题 很得体地在提一些问题 其实那些问题早就安排好的 而且 没有真正的 这个所谓的新闻含义 只是作为一种 中共的一个宣传的旗子而已 只是过去几年 这几个无聊的 这个女记者提的问题 大家反而追捧 因为没有一个人翻白眼 对不对? 今天就出现了一个女记者 就翻了一下白眼 不以为然 不以为然 哎呀 其实在我看起来 翻白眼的这个记者 你去参加这样的记者会 其实也是很无聊的事情 跟那个提问的 这个女记者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这就叫典型的 五十步 像一百步 有人说第一财经 第一财经是什么媒体啊? 对吧? 你有什么独立性可疑? 你有什么专业性可疑? 你有什么真正是一个 一个自己感觉到 可以骄傲的一个媒体啊? 你要去嘲笑前美电视台 前美电视台没听过 有人说它是中国大外宣的一部分 我觉得应该是 大外宣里面的小外宣 对吧? 否则的话 我们应该多少也听说过吧 对吧? 或者是在哪一个平台里面播放 都没听说 这个是我想起 最近几年的大外宣 大外宣最开始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 我就做出了一个简单的评判 我觉得这个大外宣 就解决几个问题 一个是解决一部分 级别的问题 因为有了这些大外宣的机构 大家可以提一个级别 第二个是解决一部分人的 贪腐问题 你经费就可以楼出来 第三 那么有些可以借此机会 咱们里面捞一把 第三个是使中国的出丑 去到国际社会里面来 古其然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大外宣搞了这么多年 真正有什么作用吗? 对吧? 那么有一个中国日报 英文的中国日报 在美国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但是我不知道 中国日报你能不能公布一下 你回收的报纸有多少 我有时候都嘲笑他们 我说你 上午 有10份报纸 放在超级市场 到了下午 变成 15份或者12份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又一帮老人家 又把昨天没有看完的 昨天拿的报纸返回来了 说我拿错了 这种报纸没有意思 就是我觉得 你几乎没什么 起作用 办什么电视台更开玩笑 在美国他们有几百个好像中文的记者 中央电视台还是什么电视台 有几百位工作人员 我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你们的那个收视率啊 收视的人有没有 你们自己的员工那么多啊 对吧 美国现在传统电视台 没有看见的减少 传统媒体能看的几乎下轿 谁去看你一个 这么一个卫生的传品 不过 有时候你找一个当地的记者 又怎么样啊 对吧 你拿到白人讲鬼话 他就不是鬼话了吗 你要去白人去报道 这个当地的新闻 你就认为 大家相信会选择你看一个电视吗 我也说 我几年以前讲得很清楚 又是一个烂尾工程 又是一个烂尾工程 而且呢 很多人感觉到很警惕 好像你这个东西真是对西方产生了影响 你是中国病毒的一部分 中国意识形态失业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这个烂尾工程 到时候怎么去收场 习近平最近的 改革方案里面 要把很多的媒体 很多的讯息工具 要进行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 里面会不会 大危险烂尾工程 切一刀 我现在不知道 反正就是 没什么真正大的作用 所以今天的这个消息 就反映了网友 就是借着机会 来对你现在的这个新闻 管制不满意 借着机会 来嘲讽一下今天中国的社会现状 中国的政治状况 中国的媒体状况 不具有真正的什么意义 大家笑一笑 他又忘了 那网上的就是靠八卦 大家生活就在生活中间 中间的露出嘛 今天真正的新闻 就是我早上一醒来 哇 美国国务卿 被解职了 这个新闻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次 一直有这种传闻 美国的政治新闻 就是人事新闻 为主动 纽约时报也好 华尔街日报也好 华人的邮报也好 洛杉矶时报也好 芝加哥论坛也好 如果能够挖到白宫内部的人事消息 也很牛 中国人把这个人事消息 看成是八卦新闻 其实人事消息在民主社会里面 你这个报道都经常失准 经常不那么准确 因为它变化的因素很多 所以 丁德森美国国务卿 要上下台的消息 已经传了很久 一直没有准确 所以今天早上 我开始有点疑问 是什么时候要上下台啊 没有想到 一下子就看到 这个消息是华尔街邮报 已经宣布了说 报道说 川普已经做出了决定 盘快就是 得到了证实 而听说丁德森自己 得到这个消息还比较晚 这个我细节没有去讲他 然后 由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来担任新的国务卿 一个女将来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川普上台以后 他这个内阁 一方面他有很多位子 都现在都没有填满 可见当时候 川普认识的人还不够多 另一方面呢 他的人事的调整和变化 辅度非常之大 很不稳定 很不稳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川普本人的个性 这个人就是雷厉风行 他想干一番事业 一看你不顺眼 一看你不像我原来想像他那样 我就把你给K了 对吧 而且川普这个人是 从小受军修训理 他就因为挑皮吧 所以听说就把他送到纽约 上去一个军事高中 去读书 所以他养成了一种 军人的租乎 而且他的内阁里面 军人的背景的人群 非常的多 所以有人说 这是川普 战争内阁 另一方面 西方的政治任命 大部分都是政治任命 那么很多官员 他可能是个企业家 他可能是个教授 他可能是跟家族 有某一种特别的关系 利益的关系 或者是个律师 他总统当选了以后 搞政治酬拥 把这些人就任命成内阁的成员 有的是要经过 国会 有的是要经过安全的调查 有的总统 自己直接任命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成员 有的是一方捐财 有的是很有声望 有的人是 非常有能力 当然 都是要跟总统有这个关系 但是他们 既然是政治任命 那基本上就不是 像中国的官僚那样的 从科长 从鼓掌 从一般的科员到鼓掌 从鼓掌到科长 从科长到区掌 从区掌到厅长 然后 副部长 这样一步一步上来 个别的人可能会跳级 大多数的人这么一级一级上来的 那么中国的这个官僚体系 和西方的政治任命 非常本质上的不同 西方的这种政治任命 那基本上就是 纯层是自己走过 对吧 因为他有合法的权力 授予的这种机制 那么这些部长 这些总统 或者是总理 他的头像就挂在政府的机构里面 对吧 没有人觉得这是搞个人独裁 因为呢 既然 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 给了他这个权力 那么在行政上的集权 就是他的一个 就是合法的权力 一般老卫星不太担心 是因为还有法律的制约 还有媒体的制约 还有媒体的制约 国会的这个制约 当然 行政首长 他的权力是 大小有时候也是 因人而异的 如果你这个人比较强悍 那么很有可能 你就可能会 使你的权力 不那么受制约 尤其是你的国会 成员 由你的政党的人员组成 很多事情就非常严重 过关 这种国会的制约 实际上也是形成虚实 如果你在政治上 运作能够避免有一些 法律上的陷阱 法律上的麻烦和障碍 那你很有可能 也可以通过你的行政手段 会实现很多的行为 那么 我们都知道 希特勒就是通过民主选举 所成为的 这个 得知第三帝国的总理 总统 然后是国家元首 但是之前也是通过几次 选举失败 对吧 尤其是28年那一次 失败的非常的严重 但是那后来 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改变了这个民主体制 甚至把民主体制为它所用 不仅是成为了 德国的一个 大独裁者 对这个 德国的犹太人造成的 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迫害 而且挑起了世界大战 对整个欧洲造成的 毁灭性的破坏 所以大家说 民主有纠错机制 民主会批判犯大错误 相对于专制来讲 你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因为专制毕竟是人类长时间 都是由专制体制来统治 在人类的常委历史中间 专制给人类造成的灾纳 那简直就是 就是说 跟民主制度所造成的灾纳 是不在一个量级上 但是 如果把民主制度看得那么 如果得认为 可以对行政权力产生 绝对的制约作用 我觉得还是太简单了 就像现在川普当总统 那就跟前一期任总统 就有很大的不同啊 对吧 你现在早几年 大家一讲起阅兵 就是专制国家的产物 共党国家的产物 只有苏联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国家 才会搞阅兵 除非想到现在今年 这个川普也要搞阅兵啊 对吧 但是川普的阅兵 你看有多大的声音可以批评他呀 有多大的力量可以阻止得了他呀 对吧 除非其中选举 一度选举 换加选举 国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否则的话 川普的权力 随着他执政时间来加强 他可能会更强有力 除非他中间犯很大的错误 但是 我是说 无论是川普这样的人 还是希特勒这样的人 他们在民主体制里面 最终变成一个政治强人 或者是正在变成政治强人 那除了他自己本身的强悍以外 他是敢于来组织自己的团队 对吧 尤其是希特勒的团队 那个时候他的团队可以说是国有千秋 有时候是团队把希特勒给推上历史舞台 如果不是浩斯在监狱里面 帮助他写我的奋斗 鼓励他的斗志 他也有可能他就是在监狱里面就自杀了 对不对 如果那个法官不是那么同情他 不是判他五年 是判他十年后的真身坚硬 那完全另外一件事情 对吧 没有罗姆在街头暴力革命 跟他撒出一条血路 对不对 反而显得这个 这个水比较的温和 对吧 希特勒那个时候反对暴力 为什么 因为他这种暴力形象伤害了他 所以他反而跟当时的街头暴力革命化开一个界限 但他整个的团队 戈培尔雅 戈林 这些人 最终在一起 才形成了他 这个 强大的希特勒 那么这个川普 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非常巧遇的领袖 从现在看起来 他的班子很不稳 很不稳 他最终能不能形成 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 一个原因就是 他对整个执政的准备 确实不足 但是他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思考 这个有很大的创造性 他要非得干一些事情出来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的团队 跟他就产生了某一种很难以模糊 对吧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不断地去拆放他的团队 最终在经过了几年以后 他能不能形成他强有力的团队出来 而且这个团队他不仅是有军方的背景 或者是有很强有力的曾经曾经的背景 是在他成为总统的这个团队里面 是对总统是一种极大的帮助 是总统团队里面一个执行体系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才会决定 川普最终能不能做出多少非常大的事情出来 大的动作出来 没有团队运作 光是靠川普这么写带队 是写不出一个伟大的时代 是这样的 相比之下 这个习近平 大家都说 终身皇帝 独裁 独服 然后给他各种各样的批评 讽刺 但是另一方面 很多人又承认说 这个人 现在是大权在物 高度集权 其实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间 我这样的人 也许相对的 跟这些观点有很大的不同 我觉得习近平 在中国这样的体系之下 虽然他 没有人 可以去批评他 在中国媒体上 去否定他的很多组委 一撇拍马屁的声音 但是事实上 习近平 他如果把他变成 看成一个独裁者 他那种行政上的集权的能力 是远远不如一个民选的总统 也远远不如 一个传统的皇帝 也不如以前的 那种革命时期 所产生的 共产党的领袖 第一代领袖 原因很简单 原因就是习近平 他不一定的陷入到 一种政治体制之中 或者就是一种政治机器人中间 通过几十年的 这种权力运作 所有被提到 最高层的这些人 都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那么我已经看到了 习近平试图改变这一点 所以他在 政治局里面 非常强行地 安策了他的人马 几乎一半 所以我说 政治局常委 和中央委员 都不扮演 习近平 所愿意的角色 而是一种 传统的政治角色 但是习近平没关系 他可以利用政治局本身 来运作他的权力 但是 除了政治局以外 你整个政令的流通 毕竟要有 几百人 几千人 几万人 几十万人 甚至几百万人 来把你的这个政令 传达 和执行下去 而这些人 在各个省 各个部委 各个地市县 各个县 都是通过这种官僚体系 运作上来的 经过了无数次的利益的交换 一步一步 变成了官僚 这种官僚 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 而是一个一个 懂得生存 懂得保护自己 懂得 进行权贵交易 列取 个人利益 懂得 遍色 各种 应付各种变化 我觉得全世界 或者人类历史上 很少很少会出现 这么一支 政治经验 如此丰富的 人数如此庞大的 既得利益集团也好 官僚阶层也好 而这些官僚阶层 它会 不仅仅是中国 民主化 过程中间最大的阻力 也是社会 中国社会走向政治文明 正常变化最大的阻力 也是使习近平这种想做事情 把信息传达上去 最大的消耗在传递 我讲习近平想做事情 不讲他做的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我是讲只要习近平想做事情 他要通过这么一种系统传播出去 传达出去指引下去 非常困难 因为这个系统 它在运作 但是呢 它可以什么都不做 但是它都用什么东西来冠冕堂皇 它可以消耗你一切的 良性的决策 良性系统 你还找不到它什么办法 而且人数如此之多 各国系统靠他们都在运作 所以我在十九大的时候 专门讲了 这就是政治机器人 或者叫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还比较固化 而且政治机器人 带一种动感 它应该能力和提升能力非常强 这么一种说法 被一些人批评 我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这个 他们所批评的东西完全不代价 这只是对一种体制的 形象描述而已 所以我在十九大之前的 关于十九大和习近平的 权力变化和 中国政治主向的分析中间 我就讲出了 政治机器人 才是习近平最大的敌人 他要组建自己的团队 他毕竟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和级别 来把他提拔 他没办法把一个小兄弟 什么都不是一个教授 一下子把他变成部长 那不可能 他一定要经过几年的历历 那么这样一种结果 他就必须是在这个 大范围之内 符合这个官僚规则之下去选择 而这些人 就是政治上的脑油条 或者这批人 他之所以能够爬在位置上 他就是有后台啊 这个后台 可能是江泽民 可能是胡锦涛 可能是郭国强 可能是温家宝 可能是罗盖 哎哟 你能够锁出来的人都没有几个人 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 下面没有一批子弟兵的 都有 所以你要去运作他们 要动他们 不是那么阴影 所以习近平之内来应的 要么 我就要你按照年龄慢慢耗下去 要么 我就把你抓进去 把你送到秦城 他一般要把他真正拆职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对吧 你看最近几年 像杨金这样 从国家副领导人 贬为 部级领导人都非常艰难 不容易啊 对吧 所以他不如川普啊 川普换了多少人 他的时间没有习近平那么长 那么在这个不断的过程中间 川普可能会找到他的团队 当然也可能找不到 所谓强与力的团队 那习近平非常困难 那么他要去形成自己的团队 他虽然提拔了福建的 浙江的 一部分是上海的 还有甚至是陕西的 但他整体的官僚 最顶层的部委这个官僚 他很难换上自己的人 因为人家已经通过了 几十年的过程 已经达到了这个级别上 你怎么跟这个官僚体系做斗争 那么 习近平要进行变改 但是变改的结果 从昨天的 公布出来的国务院的 这个改革方案 这我看起来太小了 有些部你根本就不应该 要让存在的嘛 平时国防部 搞了个部干什么呢 既然你的军队是党的军队 你又反对军队国家化 那为什么在中央政府系列里面 要搞一个完全 没有任何实权的 国防部干什么 你不自己找麻烦吗 政府不早就应该撤销嘛 对不对 然后有些公安部 司法部 然后国安部 搞这么的部干什么 三个部在一起嘛 公司 或者是国什么部 我已经提起来 搞一个抓人部嘛 反正都是抓人的 就是 整体的改革 户都是远远远远不够 但是下一步 或者看他的党的方案的改革 看有什么新造出来 譬如统战部要不要取消 对不对 四大部委嘛 中联部 中心部 中组部 加上办公厅 对不对 会不会拆掉几个 或者拆掉一个 重新来调整这个 中央的机关 我们还要等他的方案出来 对吧 但是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这些方案还是刚刚开始 要真正砸烂 这个政治机器 要重塑中国的政治体制 哪怕是回归到 这个 中国的封建皇朝 也要比现在的体制不知要多少 对不对 你看皇家皇朝那个皇帝 他也有派遣 但是他没有这几套班子 什么人大 什么政协 什么政府 又是军区 又是党的系统 几套班子 没有这么多套班子啊 对不对 人家早就算过了 这个 官最多的就是中国 对不对 历头历代 算起来就是 当朝官员是最多的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大家讲过吗 大家都骂 习近平要当皇帝当皇帝当皇帝 历史倒退了 我就问一个简单问题 你觉得在中共体制之下 正好还是选一个皇帝好 对吧 你愿意回到一个皇帝的时代 还愿意被中共统治啊 当然这个是有玩笑的味道 但是你也反映了一种历史的悲哀 对吧 或者是中国现实的悲哀 我一直讲到了 讲过一点 我没办法确定 习近平集权以后 是走向民主 还是走向独裁 还是最近什么事都做不成 但是我清楚的知道一点 习近平要干活 他必然会走向集权 但是他即算是集权了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栽纳这个体制 如果他能够栽纳这个体制 不管是他回到皇帝时代 还是回到老毛时代 或者说呢 影像中国左校民主 我觉得都比那种集体领导体制啊 都会来得好 这就是我跟很多朋友的分歧 我的很多朋友就认为 集体领导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比独裁体制好 这个东西 各有各的看法嘛 好就好在呢 人为年轻 我就这么讲一讲 我这么讲 也没有地方去真正看到我的想法办事 而且已经有这么多网友批评 所以我也就讲一讲 顾顾影 做一个点铁金的事而已 我只是今天发一发感慨 从一个月来讲 习近平对国的体制的这种 运作的能力 还远远不如川普 从这个来讲 川普应该不要羡慕 习近平的独裁和终身制 你应该为自己能够随便 就把一个国务卿给摟掉了 对吧 习近平要摟掉李克强 那么容易吗 要摟掉一个国务委员 或者是一个政治委员 不容易啊 要布局很长时间 从行政集权的角度来讲 习近平还真不如你吹破总统 OK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